女孩一觉醒来发现所有人都消失了 只剩自己被囚禁在玻璃箱里头 今天金星给大家带来科幻悬疑篇 独身向前 丽拉是一名高中生 这天早上她赖了一会儿床 等她起床后却发现父母都已不在家中 她骑车上学 平日热闹的街道今天却出奇的宁静 一个人也看不到 只剩一条狗狗在那里叫唤 公路上几辆汽车停在半路上 却不见车主的身影 一夜之间整个城市突然变成了空城 丽拉到处奔走 最后终于在路上遇到了小伙伴泰瑞和卡密 三人决定抱团取暖 他们来到警局打算报案 却发现警局里也恐无一人 只有小黑一人被锁在过道上 三人替小黑解开手铐 但是小黑一出门就翻脸不认人 自己开着摩托离开了 三人继续在城市里游荡 最后来到了一栋还有灯光的大楼 三人踏进大楼电梯 发现电梯居然自动开启了 电梯上升到中途突然停止 这时电梯里的AI开始冲他们说话 AI让他们放下武器和包包 然后才放他们出了电梯 三人走出电梯 很快又发现了福尔代杰西 这座大楼就是杰西家的产业 四人一商量 发现大家遭遇都一样 一觉醒来发现周围人全都不见了 也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 一行四人开着豪车 在街上四处寻找行人 却在隧道里发现了之前救下的小黑 小黑身受重伤也不知遭遇了什么 丽拉救下了小黑 帮他处理了伤口 晚上五个人住进了豪宅 而此时一台无人机正在监视着他们 第二天小黑的伤势恢复了 众人询问他遭遇了什么 小黑却一言不发 只是让四人跟着他前行 最后一行人来到了城市尽头 只见那里浓烟滚滚 漫天的迷雾朝城市涌来 一行人赶紧上车逃离 接着来到了卡蜜家中 那里也空无一人 但大家从家中出来时 却发现汽车被挪动了 胆子最大的丽拉上去开车 却发现汽车后座上坐着一个面罩男 丽拉吓得赶紧逃命 最后带着一票人跑到了一辆大巴上 经过面罩男的事情 大家觉得城市里待着也不安全 于是决定突围出去 众人来到杰西家的仓库 开动了仓库里的运超车 接着便开始向迷雾进发 正当大家打算冲进迷雾时 却收到了电台信号 电台里的人说 他们将会派人来救出五人 还让五人不要尝试穿越迷雾 双方约定好地点 救援人员说 他们明天就会赶到 晚上众人又住进了酒店 但是面罩男居然又找了过来 丽拉被面罩男逼到了储物间 幸好小黑及时赶到 面罩男这才离开了酒店 而在酒店外头 无人机仍然在密切监视着卡蜜 第二天一早小黑就出了门 好奇的丽拉在后头跟了过去 发现小黑只是去了教堂 就在两个年轻人互诉钟情时 却发现酒店那边有信号传来 二人赶紧赶回酒店 回去之后发现卡蜜不见了 这时无人机冒了出来 还说要想找了卡蜜就跟着他走 四人只好一路尾随无人机前行 最后无人机带着四人来到了一栋大楼 但是却只允许小黑进去 丽拉在外头等了好一会儿 见小黑迟迟不出来 于是闯进了大楼 在那里他发现小黑被人弄死 掉了起来 这时面罩男又一次出现了 就在丽拉要被掐死的时候 泰瑞却赶过来打晕了面罩男 丽拉揭开面罩男的面罩 发现底下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丽拉逼问面罩男卡蜜的下落 然而面罩男却连话都讲不清楚 正在众人一闯莫展的时候 电台那边又有信号传来 但是电台里的人却说 他只是在玩弄无人 而卡蜜也被他抓了过去 众人从电台里听出了背景声 就在马戏团 于是一行人来到了马戏团现场 在那里众人发现了 卡蜜被关进一个玻璃箱里面 丽拉三人举着枪打算救出卡蜜 这时终于见到了幕后黑手白发男 白发男说城市已经被火山吞没了 还疯狂的挑衅丽拉 最后被丽拉送去领了盒饭 临死前还给了丽拉一张黑名单 丽拉看着名单上的人物 这才意识到 原来现在出现的几个小伙伴 都是已经去世的人 为了求证这一点 丽拉又跑回去挖出了小黑的尸体 发现小黑果然还活着 这下终于实锤了 几人根本就是亡魂 很快丽拉在迷雾清洗下昏迷了过去 在睡梦中 她听到有人让她穿过迷雾 之后便醒了过来 一行人再次坐上运钞车 朝迷雾驶去 穿过迷雾后 众人居然来到了天堂 那里长满了红色的草坪 广场上还有很多其他人 在众人的呐喊声中 上帝终于露面了 丽拉一行人朝上看去 发现上帝居然就是之前 捉弄他们的白发男 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未知的命运 这部影片就跟片中出现的 那团迷雾一样 剧情相当的迷 大概导演想带给我们的 就是那股悬疑感吧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